我是被所謂的王軍裡攻擊的 我都犧牲說我這件事情應該算是紅色恐怖 資訊戰其實已經在開打了 統一是必然的事 就是說希望說兩岸可以往更好的方向去走 迎娶自己的未來的發展 你對起訴指控已犯 顛覆國家政權罪的事實有無意義? 沒有 2017年台灣人權工作者李明哲 因過去在網路的言論 被中國認定顛覆國家政權判刑五年 兩年過去 中國式的言論審查 已經慢慢滲透到沒有政治色彩的素人身上 我就只是一個噴一些垃圾話卻被攻審 到中國出差的董易如 因不滿報考中國駕照卻被壓指紋 強迫獲得居住症 在臉書發文調侃自己一夜變中國人 遭中國網友灌爆臉書 舉報台獨 當時整個晚上的時候 心情很焦躁 我說實話 我是真的有跟我朋友們講了一眼 我就覺得說事情真的不對勁 沒有像現在這麼輕鬆 手機只要燈震動跳通知都很怕 各種肉搜 說要找我什麼的 就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就很像那個燈死的人 因為你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然後到了8點 隔天早上 透過同事電話通知 公安進早上公司 董易如害怕在中國被消失 嚇得火速逃回台灣 下飛機落地 馬上打電話跟朋友說 我成功了活著回來 雖然說我們可能比較誇大一點 可是你真的不知道說 你真的被抓走會發生什麼事情 被中國網友露搜的台灣人不止一位 今年5月 原定到中國武漢大學 交換的學生柯全耀 因個人臉書的一篇貼文 遭中國網友指控今日台獨 其實我第一時間是 我手在走是蠻緊張的 是因為在另外一個國度 是我不知道的狀況 然後大家開始想要搜尋我 然後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的臉書一直有進來的私訊 都是中國網友翻牆過來的 一方面說歡迎你來五大 但是最好注意你的安全 什麼什麼之類就類似恐嚇 然後威脅的言論 最後柯全要選擇放棄交換資格 但不打算修改自己在臉書上的言論 那今天我是在我自己的個人平台 或者是所謂的自由世界的網路平台 發表自己想法 結果你卻翻牆來抓我 我覺得蠻莫名其妙的 那代表一件事是 他們現在正在抓自由世界的人 但也有人對中國有不同看法 在北京發展的台灣青年鄭柏宇 他看見的是中國無限大的發展機會 十年前為了實現夢想 台灣青年鄭柏宇 資深來到北京闖蕩 十年後身為創業公社 大陸這裡的成長有個很大的差異 就是你的眼界會很大 它看不到市場的邊界 台灣這樣子的一個 這麼近的地緣關係的前提在 它的發展是脫離不了大陸 從會台31條就能看出來了 給台商和台胞同等待遇 就是因為兩岸一家親 2018年中國推行31條會台政策後 更加積極開放 台人在中國事業單位的工作機會 王孟雲趕上這波習近潮 成為廣西第一位台灣老師 因為你像台灣普遍是高學歷的這種情況 那如果如果我們都在台灣裡面找的話 那其實台灣的集圈就這些 我多花了一些通車的時間 可是我也減少了好幾年的等待 我當時都把握現在 把握眼前有的機會 在廣西師班大學 教政治學系的王孟雲說 這裡的學風跟言論其實很自由 只要不去踩政治紅線 他不太希望我們聊的話題的話 就是說就不要刻意去聊他 因為公開批評政治在大陸 他就是不行 不論是把握機會蹊進的老師 又或者碰上遭中國網軍舉報的學生例子 都不難發現 中國式的言論審查 已慢慢影響著台灣人民